作词 李宗盛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我们能够在线上一同来敬拜 让我们不论在神的环境 我们坚定的依靠神 在今天晚上 进入到主圣灵的同在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着从神来的能力 得着从神来的应识 得着从神来的安慰与切的祝福 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 让我们的心就归向我们的神 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祢的爱来摸着我们的心 主求祢带领我们 使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祢 主愿祢圣灵此时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 除去一切的拦阻 卸下我们一切的忧虑跟重担 让我们专心的到祢的面前来 为了蒙连续得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主祢是信实的神 祢是全能的神 祢是爱我们的父 让我们在今天被祢的爱所充满 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向祢来欢唱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本为大的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极大的赞美 我们就全心全意的来向祂赞美神 来献上我们的敬拜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祂名和等为大 能力存到永远 在祂因你出世和等地安闻 祂是信实全能神 永远在身旁 神是因祂称颂 祂能力一张线 祂已恩在我们 向我们大使慈爱 我祝祂一心请要是爱给我们 神是因祂称颂 祂名配得赞美 耶稣是全能的神 哈利路亚 耶和华本为大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祂名和等为大 能力存到永远 在祂因你出世和等地安闻 祂是信实全能神 永远在身旁 神是因祂称颂 祂能力一张线 祂已恩在我们 向我们大使慈爱 我祝祂一心请要是恩给我们 神是因祂称颂 祂名配得赞美 耶稣是全能的神 让我们再从头 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祂名和等为大 能力存到永远 在祂因你出世和等地安闻 祂是信实全能神 永远在身旁 神是因祂称颂 神是因祂称颂 祂能力一张线 祂一人带我们 向我们大使慈爱 我祝祂一心请要是恩 神是因祂称颂 神是因祂称颂 祂名配得赞美 祂一人带我们 祂一人带我们 向我们大使慈爱 我祝祂一心请要是恩给我们 神是因祂称颂 祂名配得赞美 耶稣是全能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 不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 我们都信靠祂 好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口向我们的神来祷告 我们跟主说 主啊我们相信祢 主我们今天呼求祢的拯救 呼求祢的灵道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祢 主我们感谢祢 主是的主 祢是配得一切的送在祢爱来的 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祢 主我们要称颂祢的名 主我们要将祢的心举起 主我们要仰望祢的生命 仰望祢的怜悟祢的慈爱 主是的主 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主在今天晚上 主我们宣告祢的同在 主我们宣告祢的信实 主我们宣告祢的恩典 我们宣告祢的救赎 我们宣告祢的保险 主我们赞美祢 主我们仰望祢 主在今天晚上再一次 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让我们到祢的面前来 向祢寻求 我切切地渴慕祢的渴慕祢 主我们谢谢祢 哈利利亚 祢的渴慕祢的渴慕祢的渴慕祢 祢的渴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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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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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渴慕祢的渴慕祢的渴慕祢 祢的渴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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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 靠一通在主事中 在祢神界中 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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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的面前 我高尽 双手 领受祢答案 你拥抱 在我们脸上 哦 神的灵 求提神我 真神的灵 求提神我 以祢的爱来 充满我 春天你的灵 哦 神的灵 求提神我 这神的灵 求提神我 以祢的爱来 充满我 神天你的灵 让我们跟神的向神说 当我们再次敬拜 当我们再次敬拜 主 我要敬拜祢 祢荣耀使得住 我们宣告祢的荣耀 你同在祢 火山 зд奏 在祢神 都抑郁里通在 祢神 在祢神 都抑郁里通在 祢神 在祢神 都抑郁里通在 祢神 在祢神 都抑郁中 抑郁 雨通在 祢神 祢融光在我们脸上转 哦 神的灵就提升我 真神的灵就提升我 以祢的爱来充满我 神天你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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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祢的爱 тебя 开了火力噓 以祢的灵就提升我 我 神的灵就提升我 以祢的灵就提升我 神的灵就提升我 以祢的灵就提升我 您 ди confidence 我主祢能力来充满 充满我们的每一个心 祢能力来充满我们的每一个心 祢能力来充满我们的每一个心 坚固我的生命 使我能够勇敢站立在祢的左肩 我是你 我的心向祢呼救 你是我生 你是我 我的情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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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地之上 祂名誓願超過築天 祂名已被告舉 在全地之上 將送藥和尊貴 和從尊貴給祂 別護祂名 唯有主耶穌神明 別護祂名 唯有主耶穌神明 別護祂名 唯有我主耶穌 祂是賠的榮耀 祂是賠的尊貴 祂是賠的尊貴 祂名已被告舉 祂名已被告舉 在全地之上 祂名已是願超過築天 祂名已被告舉 在全地之上 祂名已被告舉 在全地之上 祂名已被告舉 在全地之上 將榮耀 名曾貴 和從尊貴給祂 辩护祂命 唯有主耶稣生命 辩护祂命 唯有主耶稣生命 辩护祂命 唯有我主耶稣 祂是赔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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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祂命 唯有主耶稣生命 辩护祂命 唯有主耶稣生命 辩护祂命 唯有我主耶稣生命 辩护祂是赔的荣耀 祂是赔的荣耀 祂是赔的尊贵 祂是赔的全能和颂财 祂是赔的荣耀 祂是赔的尊贵 祂是赔的全能和颂财 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然的信靠我们的神 是不是知道我们的神是在沙漠开江河 是在旷野开道路的主 或许现在你感觉到你人生前面的道路不是很明确 或者是感觉到有许多的难处拦阻在你的面前 但是我们的神 祂应许我们 祂与我们同在 祂必然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度过 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从神而来那信心的眼目 求神今天将那信心的眼目赏赐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心能够重新被喜乐起来 被坚固起来 我们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有的时候我们还不是非常明白 有的时候我们即使知道了 但是我们感觉信心不足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向神献上我们一个愿意相信神的心 我们跟神说 主啊我信 但是我的信不够 求祢帮助我 我相信那次真理圣灵的神 祂要运行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每一个人从祂而来的帮助 哈利路亚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神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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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踏地大地的根基 它让云彩空中漂浮 使它创造生命气息 使它允许照顾自负 深造万物更安静时 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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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他里的鼻笛 更近 他让雨在空中漂浮 使他装造 神明其心 使他允许照顾自顾 耐心等待 必要荒芜 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 荒芜 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 荒芜 啊 耐心等待 荒芜 但接下来 当团队 继续轻轻地唱的时刻 好不好 我们就每一位 我们邀请你更深的到神面前来祷告 在今天我们一定要得着从神来那美好的应许 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神兼顾起来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让我们真实地跟神说 主啊照你的不是照我的 让我明白住你的旨意 当今晚团队继续唱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一起唱 但你也可以更多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发现一些语言 我们发现一首歌的音乐 道过人的一步 神的意念 道过人的一面 祂的心里有满足 祂的世间不错 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 靠一大地的根基 祂让云在空中漂浮 使祂创造生命气息 使祂养时照顾自负 神造万物更安静时 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让我们最后一起来 拦一大地的根基 拦一大地的根基 祂让云在空中漂浮 使祂創造神明结晴 使祂允许照顾赐福 升造万物更 Dude, Look for for everybody 耐心等待必要万物 vigor重开 Jesús 耐心等待必要万物 啊 耐心等待要慌顧 是的主 祢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耐心的等待 主願祢是不休息不打頓的神 主祢仍然運行 主今天讓我們認識祢的運行 也讓我們進入祢的運行當中 主讓我們知道祢是聽禱告的神 我們每一個禱告甚至於心裡的意念 主祢都知道 主讓我們就投靠在祢的懷中 讓我們知道祢是那位愛我們的父神 沒有任何的攔阻 沒有任何的困難 是祢不能夠為我們成全 不能陪伴我們 主我們謝謝祢 在今天晚上 主將從祢而來 那樣一個堅定的信心賞賜 在我中天和前面的生命當中 我們這樣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們 阿們 神 我們今天要來看《以福所書》第五章 我們要從第九節一直到十六節 《以福所書》第五章第九節 《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益成實 總要查驗何為諸所喜悅的事 那暗昧無益的事 不要與人同行 到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 凡事受了責備 就被光顯明出來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說 你這睡著的人 當醒過來 從死裡復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要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那保羅給《以福所教會》 弟兄姐妹的提醒 我相信也是 對於我們這個世代的基督徒 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我們要認識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公益成實 所以如果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產生出 不是出於良善 不是出於神的意 不是出於誠實 不是出於真理的 這些性情在我們的裡面 那我們就要知道 那這些就不是光明所結的果子 在《以福所書》第五章的第五節那邊 講到這個暗昧 不和聖徒體統的事 它包含淫亂的 誤會的 跟有貪心的 那麼到了第九節就告訴我們 作為神的兒女 活在光明當中 那應該要產生出一切的良善 公益和誠實 生命的良善 它是要越來越豐富 什麼是良善 聖經告訴我們 只有一位是善的 就是我們的神 就是耶穌基督 這是作為基督徒 應該要有對於善的一個認識 所以屬神的善 它所指的就是屬神的生命 屬神的性情 所顯出來的樣式 它與這個 因著世上不同的國度 或者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年代 而改變的這個良善 它在本質上是有不同的 這個良善 就是屬神生命 自然而然顯出來的一個樣式 而神的生命 它是與種種的污秽 是不相干的 那這也顯示出 這樣子的良善 是與律法的善行 是有所不同的 因為出於律法的善行 它是被動的 是害怕刑罰 就是因為害怕這個被刑罰 所以我雖然心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欲望 但是我勉強的讓自己不做 但是這種事情就是 當這個壓力或者是刑罰 或者是一個東西 一旦被挪開了 那這個欲望就會顯露出來 這就不是生命真實的良善 那麼 出於光明所結的果子 這是生命主動的 並且這裡也講到 這個光明的果子 它所指的是一切的良善 那既然是一切的良善 它就包含了所有的良善 那所有的良善 它又包含了兩面的意義 一面是告訴我們 出於基督生命的良善 是沒有限制的 也就是說 我們永遠可以更加的 與基督的生命接近 更多的來基存 那真理的種子 所結的果子 在我們的裡面 並且這基督生命的良善 它也可以引擊出 一切的良善 那這個良善的另外一面 它也定義了 一切真正存到永恆的良善 也就是說 什麼是真正永恆的良善呢 就需要是光明所結的果子 而光明所結的果子 它也包含了公義 公義就是正確的 是合於神的標準的 那也包含了真理 誠實 所以在屬神的光明當中 應該要能夠生出良善的生命 那這是富有愛 有怜悯有恩慈的生命 而這樣的愛 也能夠兼顧屬神的正確 也能夠合於神的標準 並且活出來是真實的 是充滿真理的顯現 那麼光明在第八節 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在主裡面就是光明的 所以真正在主裡面的 就應該能夠結出一切的良善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結出神所要的 這個良善公義誠實 那就顯示出我們在光明當中 或是說在主裡面的這個狀態 還不穩定或者是還不豐富 那我們就應該要思想 讓自己能夠回到主的裡面 那這樣看來 我們會知道神對於聖徒的要求 其實是極高的 但是神給我們面對這樣高的要求 卻不是一個膽怯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而是兒子的心 也就是說這樣一個高的一個期望 它不是從律法來去要求 而是從領受主的生命 領受主的恩典 讓這真理的生命 在我們裡面漸漸長大起來 能夠真正成為聖徒的生命 我們需要做的 就是在第十節告訴我們的 我們要查驗何為主所喜悦的事情 那查驗什麼是主所喜悦的事 其實也就是跟隨神真正的意義 我們常常講我們跟隨神 那跟隨神就是去認識 上帝所喜悦的是什麼 知道上帝願意我們去做什麼 要扶持我們成全我們什麼 所以我們跟隨神 其實就是查驗主所喜悦的事 而我們順從聖靈 跟從主道 這件事情看起來很艱巨 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執行起來 其實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心裡面 不斷地向神祷告渴求 我們想要認識 什麼是神所喜悦的 好比我們面對我們自己心裡的愁煩 想一想那上帝喜悦什麼 我們就會知道 神要我們喜樂 那當我們沒有辦法喜樂 但是我們又願意以喜樂 來回應神的時候 這就會引導我們去面對我們自己的生命 去思想 我為什麼不能夠喜樂呢 面對這樣的情況 是因為我對神的信心不足嗎 我為什麼對神的信心不足呢 是因為我對神的經歷少嗎 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在軟弱裡面 還是有什麼樣的破口 以至於我沒有辦法很真實的 能夠信靠神 能夠得著在主裡面的喜樂 或者是我們覺得神給我們的環境 實在是太辛苦了 那我們知道神要我們喜樂 我們就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我們自己的內裡 我們來思想 那麼上帝對我的旨意是什麼 神允許這些的環境 上帝對我有什麼計劃 上帝喜悦我用什麼樣的方式 用什麼態度去回應這些事情 當我們去想這些事情 願意去面對這些事 那神就會引導我們 進入到生命更新的道路裡 那麼在十一節就告訴我們 這個保羅提醒以弗所教會的聖徒們 不要跟著人去做暗昧無意的事 那更進一步的告訴我們 不單是不要跟著做 還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那保羅這樣的教導 跟我們說不要論斷人 不要定人的罪 有沒有什麼矛盾之處呢 首先我們要認識這裡的責備 他說指的是揭露 成名 指證 糾正等意思 表示我們看見 或是知道 與我們同為肢體的弟兄姐妹 正在行一些暗昧的事 那我們要知道 那是神所不喜悅的 首先我們不要跟他們一起做 那這是讓我們能夠有 謹守真理的勇氣 保守己身的智慧 那再來我們也要有一個認識 我們需要讓弟兄姐妹知道 這是不討神喜悅的 那這也需要在神的面前 有從神來的力量跟勇敢 那首先我們不要跟著別人一起去做 這是能夠因真理而謹守己身的勇氣 再來我們也要有讓肢體曉得 說他做這個事情 也是不討神喜悅的勇氣 那麼原文 那暗昧無意的事 不要與人同行 倒要責備 那就讓我們知道 這重點是在於 要去揭發揭露 讓人知道說 這是暗昧無意的事情 勇敢地表明 聖經真理的教導 我們不是要落入爭執 或者是辯論 那這種情況比較像 好比我們現在在分享信息 有的時候我們會很直接的分享 那上帝喜悅我們做的是什麼 不喜悅我們做的是什麼 那有的時候 有些弟兄姐妹 以為我們在針對誰 那但是對我們而言 我們其實只是按著聖經的教導 去揭露出什麼是暗昧無意的事 而如果聽見的人 他聽見了 他願意回轉 覺得扎心 那我們就挽回了我們的弟兄姐妹 但如果聽見的人 他覺得生氣 要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 做許多的辯解 那對於他而言 那麼對他的生命 就沒有益處了 那另外一種可能的情況 就是我們直接指出 某些事情是不合宜的 在屬神的法則中 如果繼續這樣做 那會受到虧損 那當我們指出這些問題的時候 可能對一些人來說 這也是一種責備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關鍵 就是人願意怎麼樣面對責備 這就會成為他 是不是能夠成長更新的關鍵 所以這一節經文 當然我們要知道 更多的是要用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如果我們在暗中 行神所不喜悅的事 我們要有願意被光照 被揭露的勇氣 我們如果因為逃避地上短暫的羞辱 而不處理我們在暗昧當中所行的事情 那這些可恥的事 他就會被帶入到永生裡面 因為如果我們到後來 我們都不願意悔改 都沒有改變 那終究我們在神的面前 還是要面對審判的 而審判其實就是這一切的事情 它都是會顯明出來 就是我們生命的真相 會被顯明出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智慧 求神在今生審判我們 而審判我們 我們可能更多的 會期待上帝是在隱秘的當中 來向我們顯現啟示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的悖逆 會使得我們沒有辦法去遵行聖靈的提醒 但如果我們對於這個永恆的榮耀與羞辱 有真實的認識 有這樣的智慧 那麼上帝允許一些時候 把我們所做的事情揭露開來 這對我們永恆的生命是有益處的 所以進入到十三節告訴我們 凡事受了責備 就被光顯明出來 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 當醒過來 從我死裡復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十三十四節就進一步讓我們認識 受責備也是光照的一種形式 我們常常講到被聖靈光照 心裡面或許期待的就是我們在敬拜禱告裡面 那麼聖靈用溫柔微小的聲音提醒我們 或許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那麼就有一些經文就浮現上來 那麼讓我們的心能夠覺得 這個被調整被改變 神的道能夠剖開我們心中種種的鬼詐 使我們看見生命的難處 而能夠得著幫助 當然我們都希望這個聖靈的光照 是用這種比較溫和的形式來進行 但對我們而言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也會碰到需要當頭半赫式的光照 當神透過他所設立的權柄來給我們責備 或者是說將問題揭露出來的時候 我們能夠認出這是神的光照 人有的時候在自己的行為模式裡面 甚至於在整個社會氛圍下 在所受的教育的影響 在這個世界的價值觀的環繞的裡面 我們面對自己所行的 我們不見得每一件事情都能夠 察覺說這是有問題的 甚至於有的時候我們因著自己的私欲 我們自己欺哄自己的良心 自己都沒有發現 那我們的良心就像是睡著的人一樣 面對錯誤面對罪是沒有感覺的 沒有反應的 那當我們落在這樣的景況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有比較明確的 比較強烈的提醒的方式 那這就是這裡所說的責備 這個責備是要讓我們能夠醒過來 要我們能夠從死裡復活 我們能不能夠將責備 視為一種出於神的光照 那這是我們自己需要思想面對的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謹慎 就是如果我們要提醒 弟兄姐妹的錯誤 我們要省察自己幾件事 首先就是要辨別自己是出於愛 還是出於論斷 這當中最基本的區別 出於愛的 我們是要對方能夠改變 我們的目的是要挽回他 我們要指出人的問題 我們需要想 我有沒有願意繼續陪伴他 甚至於為了他的重建 而付上代價的預備呢 還是我們只是出於憤怒 只是要指責 甚至於不惜摧毀對方 那這樣子就不是出於愛的 所以出於愛的提醒 他會有一個願意付代價的心智 以及會有真正從神來的負擔 但是出於論斷的責備 則會帶著憤怒 會帶著這個難以平復的這種情緒 那再來我們是需要有智慧的 聖經也清楚地告訴我們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 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聽 你就帶另外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做見證 句句都可定準 若是不聽他們 就告訴教會 若是不聽教會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里一樣 那這段經文給我們很明確地 我們面對弟兄姊妹生命當中的難處的 一些處理的程序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提醒 今天所讀的這些經文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審查我們自己 有沒有願意被光照的心智 如果上帝真的良給我們 有一些的機會 有一些的環境 我們要對弟兄姊妹有一些提醒 那我們就要很謹慎自己 是不是在真實的愛裡面 或是神有沒有給我們這樣的位分 給我們這樣的角色 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的整個禱告會 我想我們在敬拜當中 我們在禱告裡面 我們宣告神的同在 我們宣告神的信實 我們宣告我們一切的 這個重擔 憂慮都要妥協 但是回到神的話語 我們卻是要知道 我們需要的是 讓我們生命當中 那一切不能夠進入安息的 那一切暧昧的事情 神所不喜悅的事情 是能夠被光照的 所以如果在敬拜 不夠我們就要願意更信靠神 如果是出於我們自己 應該要去做什麼事情 而沒有做 然後導致一些不好的結果 那我們就需要殷勤 要靠著神 要得著力量 所以上帝的幫助 永遠是指向 要驅動我們 形成我們生命當中 真實的改變 真實的更新 上帝的幫助 是要使我們的內心 得著醫治 但醫治了之後 我們是要能夠有力量去愛人 去饒恕人 甚至於因著所得著的愛 能夠同樣的去幫助 那些同樣在各樣患難當中的 弟兄姐妹 神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要像流通的管道 要流出去給別人 神給我們的光照 要使我們的生命 能夠被更新 以至於我們能夠成為一個 新造的人 這新造的人 是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們常常講 就像我們這個身體 雖然每一天看起來都一樣 但是其實你的細胞 是不斷的在更新的 我們每一天要不斷的更新 那麼當更新的 這個速度夠快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會 越來越融美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認識 什麼是真正的光照 當聖靈光照我們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這樣的智慧 能夠降伏 能夠倚靠神 而真正的降伏神 都會讓我們得著在真理的自由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晚上的禱告會當中 我們在神的恩典當中 我們為我們所愛的 所關心的家人來禱告 為我們的教會來禱告 為我們的國家來禱告 無論你心中憂慮的是什麼 到神的面前來向神傾訴 到神的面前來尋求主所喜悦的事 思想認識 什麼是属乎上帝做的事情 什麼是神要我們做的事 那願神祝福祂的話語 也願弟兄姐妹 在今天晚上的禱告會當中 能夠得著祝福 最後讓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 主愛的主愛我們的父 孩子向你獻上感謝 主你的聖靈引導我們 進入你的真理 認識你 並且讓我們能夠經歷感受你的同在 主愛的求你的赦罪之恩 你的愛 全然的湧流 流入我們每一個 在線上參與聚會的 弟兄姐妹生命當中 主讓我們領受更新的力量 讓我們重新得力 主我們將一切的憂慮中段 謝給你 不論是環境的 不論是國家 不論是教會 不論是我們的家人 主都讓我們全心全意的 來依靠你 並且思想認識你 對我們那美好的旨意 讓我們每一個人 在你所良定的環境當中 我們都立定我們的心智 我們要跟隨你 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 祝福每個弟兄姐妹 我們將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們 感謝神 到我們的祷告會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